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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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好了 打过我 就这么打过去 会不会太没节操啊 一定要把张风给我找出来 拜见老王 拜见老王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来找我 天老 张风啊 浪了那么久也玩够了 该回归组织了吧 不必再说了 我说过了 不救出幕后黑手 我是不会回去的 唉 我知道 组织对这件事的处理 让你受委屈了 带友 以后别再来找我 以后别再来找我 公送狼王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老大 我不能继续跟着你了 一定要 你还没娶媳妇 坚持住 一定要撑住 张先生 我是王小妍 不知张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 帮我转告董桥姐 我想好了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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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姐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一下 问 像您这样的白富美 为什么要选择重金求子啊 基于董家的人这么多 去富有子才能保证董事集团 只属于董家 那如果我们两个人造人的过程中 你喜欢上了我 我是不是不用离开了 笑话 谁会喜欢你啊 我就跟你开玩笑 对了 我们现在去哪了 以你的车技 这种路段甩不掉他们 少废话 你行李上 少废话 你行李上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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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开慢点 你再这么叫我 我要把油门当成刹车 有你好看的 被发现了 可恶 妈的给跟丢了 你又不能开慢点 开慢点怎么甩掉他们 别废话了 哪有个车位 赶紧停一下 上车位 就看你又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下去叫他们几声大哥 再道个歉 应该就没事了吧 想让我道歉 不可能 想让我道歉 不可能 你别装了 要不你还是别下去了吧 小心他 找死啊你 队 队长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什么队长 你认错人了吧 我苏保库怎么会认错自己的救命N人呢 苏哥这小子是送外卖的 前两天才给我送高外卖 哦 这样 当然 哦 没错没错 是我认错了 过去什么呢 赶紧过来挪车 实在不好意思 我马上挪车 不不不不不 是我耽误你们时间了 我们走 苏哥 我还给过他一个差评呢 你他妈不想活了 他是你能忍的 快走 他们就这么走了 你干什么了 你猜 要时间了 赶紧去医院 一会儿在我妈面前 你最好收着点 少听说报道 我知道 这家里有几口人 你是做什么的 父母是做什么的 家庭有没有遗传并且 我就是个送外卖的 父母都是农民 靠着鸡母低生活 这家庭条件也太差了 是啊 跟董家肯定比不了 钱多钱少 够用就行 多什么情感 来这还不是为了钱 这不是董太太吗 这会是 这是我女儿的朋友 难道是男朋友 是又怎样 难怪我爱你追求你不同意 原来这口味挺重的呀 李太太笑得这么大声 就不怕再帮出个屁来 什么 谁放屁 你胡说帮到什么呀 胡说帮到什么呀 胡说帮到什么呀 我还知道你最近不仅胃口差 排便不畅 火气还挺大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中药也吃过了 西医也看了不少 就是没什么效果 对对对 你有办法 你觉得呢 只要你呀 能帮忙把我这个病治好 要多少钱都可以 您觉得这是钱的事吗 没错没错 刚才呀 是我冒犯你了 你呀 一看就是高人帝子 千万别和我这熟人 一般见说 董太太 您看李太太这毛病 我给她开个方子置之如何 我没意见 我只说一次 你记住了 人参甘江 甘草酒 你懂医学 在我们农村 这种偏方多的是 我说呢 要是有真本事 至于去送外卖 您说的是 妈 你觉得张风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但凑合凑合也能 那我带她去见我爸 见你爸 她这身心头可不行 还有 带她去洗个澡 我这也没味儿啊 不错啊 天生就是衣架子 穿啥都好看 狗配铃铛烤得快 这花样在你身上 太合适不过了 虽然拿我跟狗比 太过分了吧 甩脸子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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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臭啊 你 臭小子 连你凯歌都干涉 活腻了吧 我同意你没走了吗 你想干嘛 很简单 陪我一晚 今天这事先过去了 你做梦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哼 服务员 有人闹事儿 你们管不管 这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滑倒了吧 哎 妻子叫120啊 快走吧 我得见你爸呢 你们这带狗男女 给我等着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是都调查过了吗 我以前就是个送爱卖的 现在是你的司机兼贴身保镖 昨晚的天 我要知道你的全部过去 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你少自恋 都做半小时了 能给口水喝吗 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当然是钱啊 之前收好的一千万 老头 你不会是不想给吧 怎么跟我爸说话呢 你们走吧 这就过了 怎么没怎么考验我呀 那是对你没有期待 那你呢 对我有什么期待 又来 报警吧 你别出来 我来收拾他 你把这娘们儿带走 我们只想要那个娘们儿 你 最好别插手 实在不好意思啊 大哥 我现在是他的保镖 我得保护他 要不二维大哥行行好吧 放过我们吧 你是真不怕死啊 玩真的 那我可不客气 就别怪我们心狠了 都说了不要为难我 真让人操心 基本操作 不必先压力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不用这么着急吧 我们不应该再彼此了解一下 你给我听嘴 这儿离公司比较近 以后你就住这儿了 我要的人呢 嗯 那个女人身边多乐个高手 是用我失败了 一群废物 是我办事不力 请小姐自罚 董千千性子高烈 强心绑来也不会为我所用 小姐的意思是 暂且不动 我自有安排 董事长 张峰的入职手续已经办好了 老师待着 不需要你的时候 最好把嘴巴闭上 董事长 续生集团的代表来了 安排他们去会议室吧 自己人用不着这么客气 是来客人啊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谈合作的啦 哥们儿 我是续生集团总经理召来 有机会合作 好说好说 我是他的司机兼保镖 有什么事儿还是找我们董事长吧 什么人都可以坐在这儿吗 上次提到的合作 董大美女考虑的怎么样啊 百分之三十的投资 却想占有百分之七十的利润 你真当我们董事集团是傻子去呢 这一段生意 关心到我是否能继承训生集团 董大小姐还是同意一下 这是董事集团 你最好给我放尊重一点 看来董大小姐还是不太了解我的决心啊 董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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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огут打的都没有 还来吗 你知道我是 我 我要杀了你 你 给我来吧 知道你闯出大祸了吗 反正我是你的人 你会给我撑腰的 什么叫你是我的人呢 难不成你后悔了 想毁约啊 公司内部打架斗殴 情节恶劣 扣零件公司 别啊 我下午有个宴会 你准备一下送我过去 对了 昨天那个魏凯 他可能也会去 这不懂美人吗 怎么这么重要的场合 就在这么个飞舞来 魏少知道这位公子的身份 哈哈 公子 呸 不过是董倩倩讲的一个小白脸罢了 这手感比上回那家伙下 你找死了 郭少爷 今天是我第一次 以商会会长的身份的邀请客人 不如给我个面子 私人愿暂且先放到应会结束 董小姐 就让您 今日一件果然品的杂志上 更有意义 让人清新的 郭会长说笑了 今日有幸 见到董小姐 心里有些话 不知道当不当讲 我喜欢你很久了 能不能给个机会 我喜欢你很久了 能不能给个机会啊 郭会长过奖了 我俩还是第一次见 抱歉 是我唐突了 我还有客人 先失陪了 董小姐 顾少邀你 雅天一 去找我 是的 关于董家和顾家 接下来的合作 好 董小姐 顾少送完顾客 马上回来 真没想到 董小姐的魅力这么大 你什么意思啊 这乡圈里面 加了点东西 顾家是南城第一大家族 怎么会做出 如此下流之事 那当我没说吧 时间差不多也到了 既然你们想玩 就好好给你们上一课 哎呀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谁叫你 不知好歹的 我只好用点手段了 放心 我会好好疼你的 你们几个 我的辣椒光餐味狗 你们几个 把他拉去荒山为狗 我磨蹭什么 顾少 抬不动了 按不动 它跟山一样吗 赶紧的 没想到 这乡圈还有助眠的作用 你怎么醒了 怎么 顾少这么惊讶 是打算趁我睡着 做些什么吗 你是什么东西 还问我的事 实际上的话 赶紧给我滚 不好意思啊 这睡觉的时候 录音不小心打开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放到网上去 手机给我拿过来 对不住了 一下子没收住 没什么事 我就带他先走了 你跟我顾少走开 我让你在南城消失 看你又没有这个本事了 废物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说大小姐 你好歹看看自己又没有怎么样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顾海天在乡村里加了点料 然后你就晕倒了 不可能 以顾海天的身份 他不可能这么做 就知道你不信 自己听 不知后歹 我只好用点手段来 禽兽 既然这样 他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放过你 我想走 谁能拦得住我 你到底是谁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过就是个送完卖的 你不是都调查过了吗 现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老是告诉我 你再这么说 我会小麦的 小峰 你们等着我马上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小峰 出来 开吧 郭总 昨天晚上就是他 就是他 这些事情发生在您的回宿 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贝比 你别把自己做的那些 握错的事情 按在别人身上 人正有 时间地点都稳和 我可没冤枉 你无非就是想用舆论 将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但是 你似乎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张峰虽然是个小人物 不在乎名声 但是 我最烦别人冤枉我 请张楠 你敢打我 我奉劝你一句 你的录音还在我手上 想报仇 颠量颠量 走 记住了 我叫张峰 还不快滚 走啊 我们好像惹上大麻烦了 小颜 把张峰的酒店先退了 哎 你想毁约吗 从今天起 你正式成为我的专职保镖 搬到我的别墅里来住 还好还好 你千万还在 董事长 你快看这个 爸 不是说好按合约来的吗 怎么说结婚就结婚 今天上午见到宵家 宵家那家伙又回来了 而且回到家族第一件事 就是要宣布向你求婚 我就你一个女儿 怎么舍得让你跳火坑呢 出此下策了 实属无奈 打扰一下 宵家是掌握所有房地产和外贸的那个宵家吗 除了他 还有谁 天天和你只是逢场作戏 你可不要动什么歪心思 打我们董家的主意 董太太多虑了 不是我的 我张峰绝不相见 哎呀 出去吧 小假师哥 本以为没这么快交手 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 从今天起 你将正式成为本公司的首席安全顾问 先去给你的部下熟悉熟悉吧 我怎么觉得这里边 像是有什么阴谋 睡了就知道了 拜拜 谁啊 有什么事吗 来睡觉的 小子给我滚起来 什么事 我们队长跟你说话呢 排不起来 你们该干嘛干嘛 别吵我睡觉 把他给我扔出去 你应该比他们两个能打的 我可是韩副总的亲戚啊 从今天起 这儿就是我做主了 你滚出去 给我等着 阎老 你最近似乎跟董家前进走得很近 我没空澄清这些八卦 没什么事 我跨了 别别别别别别 我想请你帮个忙 您说 保护好董家那丫头 保证他没事 张峰你给我滚出来 要让什么呀 老追没龙 你别在这给我嚣张 你就是那个保镖啊 赶紧收拾东西 我带 下次不要什么阿猫 走动往里放 说完了吗 说完了请出去了 混账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就是专门来为这祸撑腰的吗 想开除啊 直接跟董签签说 还愣着干嘛 赶紧赶出去 这种人不配待在公司里 韩副总裁 我觉得这个事儿 还是跟总裁说一声吧 董事会那边我去说 我现在让这个人马上消失 开除 哼 紧张的 你不是很狂吗 我告诉你 这是我姐夫 你要是乖乖听话认个错 学生狗叫 我考虑考虑赏你口饭吃 你 是又怎么样 公司里的小事我做不了主了 关大已经压死了 你看这样是不是 不保证以后绝对不热事 让我留下来吧 好不好 不行 现在立刻马上滚蛋 马上 公公今天好多运动 作为集团董事长 难道我来任命一个安保顾问 这要接触我们的预讯谁吗 不怀 不怀 董事长严重啊 张峰这小子呀 人比不行 咱们公司用人要有标准的 是不是 这个 人是我选的 你想开除他 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他先动手伤人 是他们先动的手 我不过是正当旁卫 摄像头都开上的 对 纵容亲属 滥用职权 你这等着总是会处分你 好你想让我 让外公公里下超 想让我 没门 也不知道是谁 明面上给我升金加值 背地里 却利用我对付那个老家伙 行了 别委屈了 一会儿啊 我安排小妍 让她给你发奖金 多少呀 行 我知道了 顾海天到我家去提亲去了 他这是故意让董家难堪呢 这家伙脸皮 真不是一般的厚 欺人太甚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去给咱修书气 你在这看着就行 你怎么总是这么冲动啊 谁叫那小子让你不高兴呢 你放心吧 戴了面具 他认不出来我的 嗯 快趴下 我没回来前 哪儿不要去 没事了 出来了 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处处针对我 难道你不知道 难道你知道 我猜是不是你身上有什么东西价值很大 跟人经常 我说的是你的秘密研究 没有不错分的下 我们还是报警吧 使用这东西的绝对是皇家 等你去了 人早跑 难道我就只能提心吊胆的干等着吗 只要能找出幕后主使 搞定他 你说会不会是顾家 以我的了解 顾家没有值得 董事长 肖公子想见你 董欠欠 我好像跟肖讲 没有什么业务往来吧 不错 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就是她的那个前卫婚夫吧 我什么时候变成前卫婚夫了 因为这个女人将属于我 你好大的口气 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离开南城 不然我不介意送你一程 嗯 我也不是一个不吃食物的人 可是肖公子有所不知啊 我在这儿干一个月 整体上我在另一个地方 干好三个月呢 我舍不得走啊 庸人一个 说个数吧 你要多少 哎 好说 那你把这张卡充满就行了 你在跟我开玩笑 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你找死 我没找啊 是使自己送上门来的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啊 你是我的 我叫你 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事情来 没事 天塌了 还有个高的顶着呢 我怕怎么了 你把头晕倒了 对不起 我没醒 废教授已经在看 老爷子晕倒 是供血不足导致的 我这就安排梳洗 往后还得抓紧时间到医院手术 废物 谁来说话 小的 是不是你 是我说的 就是你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南城最好的医生 这不是你活到的地方 出去 对了 我爸怎么还没醒 啊 老师 总管现在的路牙升高 再这样下去 血管要承受不住了 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没辙了 就算省下来了也没辙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 还有希望 我求求你救救我爸爸 我知道你有办法的对不对 我试试 疯了 他绝对是疯了 闭嘴 再剥造 我一针扎哑巴了 怎么可能随便扎几针就治好了 这绝不可能 就是 东老先生还没醒呢 你就是在高危 谁规定治疗后病人马上能醒的 你当着拍电视剧呢 那你说 治疗原理是什么 我也想知道 只不过就用鬼门十三针的钱起身吧 你说用了什么 老朽眼镯 老朽眼镯 竟没看出那是十三针 老师 这小子不就是个妻子 道明之辈 你可别被骗了呀 闭嘴 对不住小友 说给你我幸福口福 幸福口福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父亲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这个吗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父亲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这个吗 放心好了 按照我的估计 不出十分钟 都在没问题 我出去办事 需要的话 打我电话 兄弟 你就是老头子安排来帮我的 我叫李坤 带好黑豹 从今日起 这任务结束 我将成为你的料机 放松点 走吧 先带你去吃个饭 尝尝这个 我跟你说 我送外卖的时候 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家店了 味道贼好还便宜 干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天狼小队解散了 不会 你说我们的偶像 永远都是 能跟在你的身边 是我的荣幸 风哥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这样 我有几件要紧事 交代你去看 这是我的电话 明天都要通知 没问题 过来 吃饭 入住条件 从今天起 从今天起 禁止同桌 付费 早就该付费了 你上辈子是饿死的呀 吃这么多 你不能吃慢点 你是不是知道 我以前做完卖的时候 吃的慢 当我赚钱 你不在这吃点 谢谢啊 饱了 对了 一会儿吃完饭 陪我去公司 吃完了 走 把这个混蛋给我揪出了 不用你说 我也会这么做 你都盯了我十分钟了 你想怎么样 听说顾上身体不是 可以过来看看 别了 你赶紧走 见到你 我早更早 要我走也可以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今天董事集团 发生一件事 你知道吗 我今天在家里面养病 故事集团我都没有 那我更关系 行吧 那我走了 等你痊愈了 再好好追究 不送了 这件事情应该跟顾海天无关 那你觉得是谁 有仇的就那几个 除了顾海天 就是未改 不对 还有一个人 小天忆 我感觉这样 就算不是他做的 也一定有他有报道 董千千 看看 看看你干的好事 这才几天呢 公司的名声都被你搞臭 夫妇 您是长辈 街屋敲门这种礼貌 不用我教吧 礼貌 脸都他们没了 要什么礼貌 就是因为你公司这几天丢了好几单手 我已经在谈了 明天的董事会上 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董千千 只要我一天还在董事集团 就绝不允许 你乱来 他怎么还在这 从今天起 你被解雇了 我 我会替你找一个更合适的人选 姑父 你又在替我做主吗 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就总是会上见 小姐 要是他联合其他股东 你们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见你出去 这是董事会 有外人的爱 不好吗 张峰是我的保镖 也是公司的安全顾问 不是外人 我看啊 就是一个骗吃骗喝的 江湖骗子 张峰是我的保镖 也是公司的安全顾问 不是外人 我看啊 他就是一个骗吃骗喝的 江湖骗子 你今天招开董事会 就是为了讨论他的身份了 当然不是 是这样 我们的股东呢 也想了解了解最近的情况 我们听说啊 自从萧家公子来了之后 很多公司都不跟我们合作了 这样 他来找我是私事 与公司的业务无关 无关 如果不是他得罪了萧公子 我们会被萧家针对 我们的公司资产会缩水 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随便说了两句 让他讨论 我们真是为了董家好 如果你答应和萧公子交往 他一高兴 说不定还会帮助咱们呢 对啊 最好是能嫁给他 只要萧家肯帮咱们 董事集团想上升一个台阶 轻而易举啊 不可能 要我嫁给他 除非我死了 那这姑父可就帮不了你了啊 咱们公司的情况啊 也只能是这样 这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 你不解决谁解决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你 主动辞讯董事长职位 辞许董事长职位 辞许董事长职位 主动辞讯董事长职位 辞许董事长职位 真没想到 诺大一个董家 竟然出了你这种故事 竟然当别人家的寻狗 来个人 闪出去 没问题 我也听不下去了 只不过在走之前 我几个话想说 在座的各位 是否有想过 肖天忆真的是因为 求爱不成 才针对董事集团的吗 还有 如果董家真的 成为肖家的故事 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真的会更好吗 对于这个情况 我必须承认 我有责任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解决好这件事情 至于我是否继续担任 董事长这个职务 我父亲 想有一票决定权 他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走了 再会 张峰 给我等着 董事长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确定 还ivos 四心 你 你 总 最优了 否 是 你 你想 对 如果 干 想必不只是辜负 你们也想让我给一个交代吧 这是最近一周审计公司给出的数据 所有被开除的人 都是有伪计行为的 胡闹 这水坑这么大 怎么可能 李叔叔 您对贵公子和您自己的数据 有什么疑问吗 无几之采 我儿子采购的每笔项目都清清楚楚 不可能吃那么多回扣 不承认也没关系 相关机构马上就会接入调查 这一次任何部署也都不会犯过 先生啊 这些都是假事 你何必这样呢 就是就是的 前年做的对 那些蛀虫啊 开除就开除了 没什么可惜的 别得意的态方 小公主会全力以赴的支持我成为狗杂掌舵人 到时候你和你爹都得活蛋 到时候 你和你爹都得活蛋 您都听见了吧 我第一 即刻罢免寒天里的所有职务 申请动铁全部采成 等待检查 其余的事 这一天 你都听见了吧 这是我父亲的决定 这次 是你活动 轻人 中哥 上轻松 是 亲自 你能亲自来一趟吗 好 千千 我去处理点事情 你先回家 有什么需要随时打给我 没时间跟你废话 线索是什么 什么线索 我不知道啊 刚才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我怎么可能知道你电话号码啊 他们的目标是董千千 清清 清清 没有挣扎的痕迹 你的车库就被绑架了 既然是绑架 肯定会打电话来的 喂 他们又是个网标吗 他敢来吗 不该问的别问 我警告你啊 这是金主点名要的人 你要敢动来心思 别怪我不念就行 来 邦哥 车好像来了 准备一下 先没问题 看来你还没弄清楚 你先给他打个招呼 让他知道咱们得归宿 你 好 我说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不过这是个火销 造型 别跟我说你绑战 就为了两枪而出击 你是个聪明人 让我走 我全部会伤害的 当年就可以 从我的底下的情绪 其实你就是消架的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再说一遍 让我走 不然 我拉着他陪葬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再说一遍 让我走 不然 我拉着他陪葬 你先在旁边等我一下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干什么 没问你话 不要抢他 明白了 你看我还没问 你又抢他了 现在开始 我问什么打什么 明白吗 让你回答 没让你当哑巴 让你绑架董千千的人 是不是肖天忆 是 很好 帮董千千要干什么 送到城南 肖天忆的一出房产 没了 这么说 赎金是你自己想要的 董千千不是很有钱吗 我只想趁推引的时候 再多捞一点 没想到 给我滚 走 我带你回家 就这么放过他们吗 放心好了 警察马上就到了 他们跑不掉的 你帮我干什么 我害你受伤 我得负责把你安全带回去 少爷 把连把事情给办砸了 这个张风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你是在说我吗 我还以为是董千千 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还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找你聊聊天 问你几个事 就凭你 还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 跟我们说话 那是你太年轻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我直说了 你为何要针对这些 董千千是我看中的女人 所以无论我用什么手段 知道她 真是对她的赏色 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 脸部移植手术 就把左脸移植到右脸 一边后脸提 一边不要脸 你整公鸡弄过了 很好 俗伯 张嘴 是 少爷 从人上 嗯 刷匀手 就是欠点火候 年纪大了去公园 恋恋太极都好 都要缠合我们年轻人的事 还有你 你不是很狂吗 来呀 我就不信你敢在这里打我 你这脸 手感还不如管天 杀了她 我要她死 你放心 我可没打算要你这条老公 以后别找董事先拿 就如此悲 不管有什么手段 我要杀她 少爷 此人功力深不可得 之后切不可与她为敌啊 嗯 我买衣服去了 那就好哦 肖家势力强度 我不希望 你为了一份协议 把命当上 你放心 我还没娶媳妇呢 怎么可能白白送死 早点滚去睡 明天陪我去一个地方 嗯 一会儿不该说的别说 不该问的别问 不 老爷子 哈哈哈哈 今天呀 很高兴各位能来参加老爷子的授证 今年呢 咱们玩点 每个人呢 现场展示赫典 老爷子点评 怎么样 这个呢 是我偶然间得到的一块苦液 找人见见过 勤丑的 好 好吧 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呀 先前应该是第一次参加爷爷的寿称吧 要不 我们先看看她呢 啊 我没有准备礼物 我没有准备礼物 今天我只是代表我父亲出行一下 哎 这姑父就得好好批评你了 来参加爷爷的寿称 空了手来 你的父亲 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当年我父亲被赶出董家 可是有你不少的功劳 如今 也敢自称我姑父 你也配 千千刚开始是开了个玩笑 既然来了 怎么会不带礼物 你就是千千那个司机保镖吧 那你拿出来看看吧 这色泽 这光韵 看材质应该是珍珠吧 你该不会还能弄到深海巨峰的巨型珍珠 我看到 是真的珍珠 如果你喜欢把玩或者研磨成粉 使用后对您的影集会有所帮助 那珍珠哪儿来的 前几年说还偶然得的一些 根本不是闲 不能混弄他们还行 你要吗 我还有 回家 我先接个电话 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的判断没错 天狼小队预险确实跟南城势力有关 是肖家泄露了你们的撤退路线 我得到的消息不只是肖家 肖家是司马家前线的爪牙 没错 你要有所准备 他们接下来恐怕要对付你了 我想请你帮我了吗 你救过我一次 我帮你一次 算是还你人情吗 帮我对付司马家 你说的是那个百元世家司马家 对不起 不是我不想帮你 你懂事家族的实力 对付司马家 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 我理解 但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有信心的 总有一天会让你主动谈拔 你到底是什么 天天你小叔叔来是有些事情想跟你聊聊 答应与否 你自己拿主意 董哥你说笑了 我来这里啊 首先来叙叙叙旧 公事后面再聊 萧叔叔 既然您都屈尊来公司了 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 既然千千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常得掖着了 我想 投资董事集团 不知道 不知道萧家主 为什么看上我们这家小公司 按道理呢 咱董事集团还够不上我们投资 奈何 全子对一千军呢 感官极好 要是两家 真不强 萧萧公主 的确一表人才 可小女啊 婚事已硬 来来 过来接见你萧叔叔和萧萧公子 二位好 没想到 你这种方式见面了 我跟萧公子之前见过 那时候萧公子身体挺家 不知道现在 既然 子女已有婚配 那我就直接说正事 我要收购 董事集团 据我所知 董事集团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 为了研发新产品 资金链已经断了 这么大一个公司 在陈南 除了我 还有谁能盘得下 我是说萧公子吹牛的本事 跟谁学的呀 原来是祖传的呀 你谁呀 在这大放厥词 我是谁不重要 那你又是谁 仗着有两个臭钱 就能在这欺负人了 你再说一遍 闭嘴 你妈没教过你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吗 董先生 你找了好女子呀 过奖了 小女的选择 我是个做父亲 也不便过多的干涉 三个瘾 这是我们的报价 你可想清楚了 不用考虑了 萧叔叔 您要是没别的事情 还是先走 过一段时间 你们就会主动来求我 谁说谁还不一定 不如我们打个赌牌 听说你们也想要 东城一块地 巧了 我们也想要 我们就赌 谁能拿下这块地怎么样 赌渡是什么 随你骗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如果你输了 董事集团 一个亿 卖给我 如果我输了 给你们一个亿 让你们白花花 行 就这么定了 走 你给我坐下 谁给你的权利 你为什么替我做决定 你为什么替我做决定 别生气 别生气 那块地 他们拿不下来 整个计划 就是这个 首先 这块地 最后 我们就赢了 我老了 世界 终究是你们这年轻人 你们聊吧 你 你拿的是我的杯子 我是说 这水怎么喝得这么甜 滚 明天就是进开会了 不过你办不到 我就卖了你 难道 我喜欢上他了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蚊子 太久等了 现在我先看 本次竞标的结果 本次竞标的结果是 董事集团 不可能 不可能 走 稳了 走 吃饭去 我们真的赢了 没错 我们赢了 你别多想啊 我就是太激动了 我没多想 就是我刚才没准备好 要不我们再来 等等我 起来干活 别睡了 董事长 晃晃晃晃晃晃晃的 什么事啊 工地那边出事了 村民说要见管事的 我 又是我 叫你们管事的来 不然谁都别想动着一块砖 我们不同意拆迁 必须重新牵核桃 你他妈就是管事的 来我的店拆迁 你跟谁说话吗 我还真不知道 炮子哥都不知道 还敢来 哦 炮子哥 久仰久仰 请问 我怎么样就能掺着 谁 简单 重新牵核桃 美人质 叫五百 什么咱们五百 五百万 那我要是不想花钱 还想要把事办了呢 那你得问我这些兄弟 答不答应了呀 希望你们比肥三更抗凑 等等 你说谁 怎么 你认识肥三 我 朗王息怒啊 是我们幽眼不是泰山 我们这就走走走走走走 别着急啊 我们聊聊 今天这个事 最后一定有什么 我跟你说 这事要是说出去了 这行我就不用混了 好 我理解 我就问你这个人 是不是姓肖 行了 你走吧 不过我 希望以后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有人来这闹事 走 肖天忆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讨账啊 你不会真以为 他会兑现的一个亿吧 可以吧 你还做什么 这里可不欢迎你 我来要账的 账 什么账 那我提醒你一下吧 前几日你跟董霞之打赌的那笔账 不会忘了吧 说那个 看到你是想起来了 对签一下吧 董小姐的意思呢 肖家生意做这么大 应该不会不明白 诚信二字怎么写吧 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拿走吧 这一阶顶级高手 可是我花了大假情一几万 这一阶 你跑不掉了 这一阶上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别伤奸奸 廢了长风 臭道士收了五个 刘公子接下账吗 嗯 安排一下 专题张到这个账户上 立刻 马上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有很多疑问 不过我还不能告诉你 不是时候 那你是什么人 这个总能说吧 如果你愿意 我也可以是你男朋友 怎么会搞成这样 不要生账 帮我拿点酒精和纱布过来 抱歉 吓到你了吧 我帮你吧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会伤成这样 是我大意了 不碍事 那些人也是出我来的吗 而且各路世界都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要不 我们报警吧 你觉得我大白天被打成这样 警察会相信吗 现在我们在明别人在暗暗 我已经在查了 死马家要动手了 冬千千现在出境很危险 而且你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 死马家要动手了 冬千千现在出境很危险 而且你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 我知道今早有人找过我了 打了一下受了点轻伤 无论如何 保住冬千千 小心死马家 现在情况很危险 你必须听我 好 这么爽快 那如果我要对你进行24小时贴身保护 你可以吗 我听你的 那好 你干什么 贴身保护你 我得住得离你近点 不行 你回你房间 可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再说你刚才也答应我 张胖 你给我站住 这 这 董小姐 你该紧急了 禽兽 有需要就来叫我啊 滚 董事长 董事长啥时候去公司啊 怎么 才待两天 你又醒不住了 哎 要不我明天送你去公司吧 可以啊 不过 在这之前 我先给你看一下 谢谢 肖家拉来司马家进行深度合作 这是邀请函 这晚宴去不去 你自己看着办吧 去 当然要去 马家终于公开露面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 不过在这之前 你必须如实告诉我 你和司马家的恩怨 以你的能力 应该做更大的事情 至少不会为了生活而奔波 越是身处黑暗的人 越向往光明 谁不想关我的人呢 我的那些兄弟 跟着我出生入死 把命交给我 可我 却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这不是你的错 肖家和司马家 才是最后祸首 不 这就是我的错 是我害他们的父母 我一定要报 那跟我的相遇 也是你复仇计划的一部分呢 那跟我的相遇 也是你复仇计划的一部分呢 我跟你的相遇 也就生效 那什么时候谁也进行旅行啊 啊 我刚刚看到有个黑影 从这儿跳出去了 从老大车 哪里去 哪里去 从我回来 你又是黑暗天 你是什么人 你什么事 老大 是我 你是猴子 老大 是我 你是猴子 轻点轻点 伤了 谁在 不管你啊 他们也没逃到好 你在部队不好好待着 来这干嘛 你走了 你没什么意思 就走了 你 不要瞬间 您老让我过来的 让我暗中协助你 正好 有件事我也需要你 不过现在实际未到 等我电话好不好 嗯 是 我去水果呢 嗯 刚才是我的一个朋友 不方便露面 就不介绍这些人 过几天的宴会 你真的要参加吗 我准备了一份大的 送给肖家和孙女家 感谢各位商业精英赏光 我司马家在南城啊 有很多声音 希望各位以后 多多关照 肖公子别来无恙 肖公子 这位是 嗯 他就是那个 你是终于我的小天爷 还有这事 看来这位朋友 来者不少 你就是司马龙月的一女 司马情书 不错 前几日 司马家送了我一封大的 时间仓促 没来得喜欢 今日已经把礼物盘上了 看来是不少叫你了 时间差不多了 消息应该收到了 各位好好享受礼物吧 不放不快 喂 什么 司马小姐 出什么事了吗 我们第一个将被叫停了 一定是那个家伙打的鬼 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 下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谁 流氓 对不起 我这是下意识反应 再说了 谁让你不开灯的 谁让你偷偷去布宴的 司马莎的人心狠手浪 谁知道你 原来你在担心我 不跟你说了 哎 明早一起晨跑啊 我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了 我觉得你放了我吧 放你可以 但是你不得让大爷好好疼你才行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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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起 妈的都还管行事是吧 啊 哥 哥 还不快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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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救了我 我可以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 等你回家吧 就算翻遍整个南城 我也一定要找到你 哎 现在情况很危险 你不能随便开门 千千 好久不见 晚晴 你回国了 嗯 打扰一下你 要不先去客厅里 这个人是谁啊 张峰 我保镖 不用管他 来 喝水 哎 哎 你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吗 这位小姐 能否回避一下 哎呀 没事 他是晚晴 我最好的朋友 十五分钟钟 我收到消息 有人花了五千万买点 什么东西这么贵啊 秘密 秦秦这是真的吗 没事的 怎么可能有人这么无聊啊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词 晚晴 晚晴 没事儿 他这个人特别爱大惊小怪 别开灯别开门 等我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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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赏钱 我们不来别人也要来啊 请兄弟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 行了 你们走吧 别让我在南城再见 你真放我们走 怎么 还让我留下来请你们吃顿饭 慢点 慢点 你想反悔 帮我带个消息出去 董芹芹是我狼王的人 不服 你来试试 你是狼王 多谢狼王不杀之人 我滚 出来了 我 我 你 你还是先回家吧 这边随时会有危险 我怕连累到你 倩倩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我哥哥马上就回来了 他马上就会来接我们了 有人接你就好了 免得张峰再送你一趟 倩倩 你不会来 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我希望你也不要再提了 我希望你也不要再提了 你谁啊 谁让你进来的 我是谁 我是谁 你是谁 我现在很不识 你最好不要惹我 你 哥 倩倩 好久不见 行 时候不早了 早点回家吧 倩倩 你听我解释 滚开 好偷袭啊 你真不要 哥 你别冲动 我们说回去 咱们再跟倩倩解释好不好 我记住你了 下次可没这么揍人 倩倩怎么会和这种人在一起 哥 她叫张峰 只是倩倩的保镖 真的 是倩倩亲口跟我说的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你说 有一个在公园救过我的男人 就是他 小妹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对不起啊 今天是哥冲动了 下次再碰到他 一定好好谢谢他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穿衣服 你没事瞎叫什么呀 我这不是看看 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能不能及时出现吗 你听过狼来的故事 原来 下子不会了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门啊 别怕有我在 千千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 去把他手锅砍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 他不该牵你的手 才勾到我妹妹 你要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问他不就清楚了 我和林晚清什么都没有 你别想挑拨我 你承不承认昨晚之前你就跟晚清认识 是 但那是 你俩认识为什么瞒着我 情况是这个样子 你听我解释啊 够了 我不想听 我先走吧 林啊 是你比我动手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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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峰 住手 张峰 你等等我 李小姐有什么事吗 那天在公园 谢谢你救了我 那天的情况 我想是个正常人都会挺身而出的 再次见到你时 知道你只是千千的保镖 我真的很开心 她不会要跟我表白吗 我知道 我们身份悬殊 收入呢 也有很大的差距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嫌弃你的 什么 哎呀你非要人家说的这么明白吗 我喜欢上你了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千千可能没好意思说 是 我是她的个人保镖 同时也是经过她父母认可的未婚 你没骗我 我没骗你 不信你可以问她 刚才你哥哥胡说八道 千千已经生气了 我得赶紧回家哄她 我先走了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惹你生气了 你随便怎么惩罚我都行 我绝不记仇 感情都跟我说了 是我错怪你了 还算是有点儿子 没有她 我也不会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我好像 喜欢上你了 你不喜欢我 或者是你已经有心上人了 不我喜欢你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 张峰 你醒醒 你不能死啊 张峰 张峰 你不能死啊 没吓到你了 我还以为你 来不及解释了 你听我说 现在赶紧回房间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 不要出来 不行我要陪着你 快去啊 你 这就知道 五年前出生了 历史我故身一人传统 正是靠着这个力量 才从这些命运去 活着 这算是这样 是因为你的血脉中 存在一股神奇的力量 暴发真是会让你失去神职 他以控制 一种杀人机器 张峰 张峰 你快醒醒 我是圈圈啊 张峰 张峰 你走 你快走 我是圈圈 我会伤害你的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这样 我 你要负责 从今天起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嗯 我相信你 最近公司出了不少事 我想转变方向 不想做研发了 董事集团 虽然是家族型企业 股东却各怀心思 小转型 恐怕有点难 不过你既然想好了 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你会帮我的 对不对 嗯 那这个坏人 由我来做了 董事长 这是 我 副总裁的位置一直空缺着 我决定 让张峰绝认 张峰一个保镖 什么都不懂 怎么能委以重任呢 是啊 这张峰这么狂 怎么能说胜人就胜任呢 各位觉得我不行 不过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你别冲动 三天时间 我给公司带来至少一个亿的客户 净利润百分之五十以上 如果做不到 这个副总我就当了 你们觉得 我同意 我同意 好 我知道你能力很强 这种牛也敢吹 等着被打脸吧 你先不要生气嘛 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的 那你说说 你准备怎么做 查尔斯 进来客户 哦 谈话短说 我想听说的成果 狗子 我要你透露的消息给小子 并且要让肖天忆讯息 这是我和几位股东的退股协议 没问题就签字吧 我能知道原因吗 很简单 因为张峰 我知道你们不服他 但是后给他三天时间 王叔叔您这是 那你要问问他 过了什么好事 去把张峰叫来 一天时间就辞退了数十人 要知道公司培养一个人多不容易啊 张峰 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谁说的 你听到了 今天要么他走 要么我们退股 你自己选吧 你解释一下 这就是你说的人才 你私下调查 不符合公司规定 他们做假装 就得想要有什么问题 要特朴知道 最好赶紧做 不然这些政策 够你们蹲几年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特朴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会做更多 你是说 查尔斯家族要跟我们合作 这是合同啊 你自己看 免费帮我们将产品分销到国外 还只要一成利润 你该不会是碰到诈骗了吧 你觉得我会做没把握的事吗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之前在海盗手里救过他的命 所以他欠我一个人情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计划 多吃点吧 要不然一会儿可就吃不下了 萧公子有何归干啊 纯属路过 过来打个招呼 以后咱们可是合作伙伴 这话什么意思 我已经收购了董事集团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了 想不要为马上就会得到消息 我要去跟我爸商量一下 用不着 相信我 过不了多久 董事集团将完全属于你 董事长 出事了 什么事啊 红红张张的 萧家 他们收购了咱们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而且下周就要召开董事会了 嗯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刚从萧市内部得到的消息 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意外啊 诶 张峰呢 老大 我来了 好了 人也到齐了 有个事需要你们帮我一下 老板 请说 帮我注册个公司 终于要开始了 他们欠的债够多 是受该欢迎他 是啊 哎 对了 让你办的事怎么样 据我了解 萧家收到查尔斯家族和董家密切合作的密报 他们为了收购董事家族 可下足了血费 搭成查尔斯家 没有人 司马家那娘们的案是 谁取了董千千 谁就能得到他家投资 今天坚二连三备真 我也猜到了一件 嘿 司马亲叔那娘们 还有当红娘的癖 他肯定要好心 那是为什么 我推测 他应该是想通过联姻 彻底控制董事集团 但天天的 站为期 老板 司马家那娘们可硬着呢 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 我已经成功突破最后一道屏障 在这个世界上 能伤害到我没有几个人 我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还好有你们在暗处 小心一批 老大放心 但是如果董家不配合 咱们计划就 前前已经是我的你了 难怪南城那么多工资的路标扫子 原来是被咱们老大说 好了 说正事 喲 天漂亮 并不是很期待今天的见面 我的办公室在哪儿 如果没准备的话 我看这里就挺不错的 不过是一个小股东 你也太别了 我应该 是那一天 我应该想用了 你问我 我心里会讲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尔斯那边我已经毁约了 至于违约金 看着办吧 不过嘛 我这个人不喜欢赶尽杀绝 给你建议啊 你可以去求求司马甲 说不定他能帮你削家东山在一起 司马甲 我刚刚脸的怎么样 真棒 司马小姐 董事集团是个陷阱 我把所有资金都投了进去 就是买了个空格 你一定要救救我 救救我 帮我渡过难关 肖公子快请起 董家的事我也听说了 本来想提醒你 但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 是我太不冷静了 肖公子还请振作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可以提 谢谢 改日再来拜访 我绝不能让肖家毁在我的手上 小姐 肖公子离开了 不用管他 不过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董家那边怎么样 暂时没有东西 到时收到一封千锋集团开业纪念的请柬 千锋 有趣 准备一下 我倒要看看他们要干嘛 从今天起 我们千锋集团和查尔斯家族 正式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千锋集团什么来头 全南城一半的商界大楼 都在这儿了 眼睛往哪看 接下来 我希望千锋集团也能和各位有合作的机会 大家有通互无 携手共计 你真的以为 每一个公司 就能与我司马家抗衡了 不试试 怎么知道的 我将这里解成宣战了 让我们 拭目以待 你说千锋集团到底是什么来头 千锋 千锋 你是说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准确来说 我只是股东之一 千锋集团 你占百分之六十顾分 不行 我要跟我爸爸说 我们的事情 妈 我爸呢 我有事要跟他说 在书房 跟我来吧 你个混蛋 滚进去 我可以把女儿交给你 但有个条件 您说 我要你保护他安全 并且承诺 这辈子都不准欺负他 怎么 做不到 保护他的安全没问题 至于说欺负他呀 我也不敢啊 一直都是他欺负我 自从上次 你救了我之后 我就知道你不简单 我一把年纪了 只有两个心愿 你算是替我完成了一个 那另一个呢 那另一个呢 这人上了年纪啊 就想着把落叶鬼根 只怕这辈子 我想 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难办 啊 你有办法 只要能让我重回家族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您先别激动 您当初从家族出来 是为什么 还是我来说吧 你爸当年 是董家的继承人 而我出生于普通家庭 他公然违抗老爷子定下的婚约 老爷子一路直下 将他逐出了家族 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没原谅您吗 哎呀 我是不了解他呀 他是不可能原谅我的 不然 也不可能年年寿宴 年年拒绝我参加呀 我想 我有个 老爷子怕死吗 你想用武力解决 那就不要说下去了 上次受验过后 我又看出老爷子身很重 算算时间 也差不多该发病了 啊 老爷子的病严重吗 倒也不算严重 但如果治疗不及时 恐怕有生命之用 我相信你 只要你能让我重回家族 以后董事集团 就是你的 哎呀 女大不中留啊 我们都老了 今天就留下来吃个饭吧 嗯 我爸这几天一直在催我 问这几天 怎么一直都没有动静 让他放心 等待时机 董老爷子出事了 他一直在准备后事了 继续盯着 准备一下 告诉佛夫 我们去拜访同老爷子 哎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看来有人是等不及了 大哥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来 不心生病 儿子来探望 天经地义 还能不能你来指手画脚的 你们最好不要坏我的好事 放心还有救 狂的我见到我 没有见到你那么狂的 请见了明依 都说没有救 你凭什么说有救 谁知道你请的是不是明依 你 我懒得跟你计较 要不这样 我们打个赌 如果我能救回老爷子 你净身出户 你输了又怎么样 啊 我说 董事集团 大哥 你认为呢 张峰自然能代表我 不过 你别叫我大哥 不配 好啊 那就那样定了 你现在开始吧 我还以为什么灵丹妙药啊 张峰 别用撑了 说就说了 这么欣喜啊 你在怕什么啊 老头 听了这么久 该起来了吧 逆子 没想到我养的两个儿子 都是逆子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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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好了 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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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员武 是我 好好好 回来就好 你先站起来 好 你 本来是我最器重的人 但我万万没想到 有人想看 你在不得情分上 你走吧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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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起 不再是董家的人了 我兢兢业业 为董家操劳了半辈子 到最后 你还要我走 我可以走 你们等着 董家完蛋 我告诉你们 我已经跟前锋集团 达成了 协议 如果违约 董家 等着被追责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你说我前锋集团 是新成绿的那等 那可能要不好意思了 因为前锋集团 是我们的 行 知道你不信 总员说人品有问题 终止一切跟他们回座 现在 喂 喂 妈的 爸 我知道错了 滚吧 经过这次 不请你原谅我 看来我又欠你一次 你家人说什么客气话呢 快来跟林叔叔打招呼 爸 妈 林叔叔 接上一下 这位是林家家属 林氏集团的董事长 你叫林叔叔 林氏首 老董啊 这可是一件不对啊 在于我说 先说 你是我看的长大 怎么订婚呢 我都没消息啊 这不是你的大不中流吗 孩子啊 有自己的想法 对了 长方 你林叔叔今天来啊 其实有件事情想清晨吗 我 还是我来说吧 我来想求求你 救救我的船子 林氏 冯胖又让您失望了 治病 我不会 冯胖我也不想 我 现在很多民事 却都瞧不出什么 你 就活了 冯胖 所以我保证 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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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和林氏之间 有些误会 但是你林叔叔啊 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两家又是世交 你看这事儿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去看看 但是我车发车在前面 我不能划证 我 小姐 林家下手 带着张峰 往下里去 我怕要让您失望了 派人盯着林家 随时消灭 我就不信 他还有解毒的本事 他怎么样了 情况不妙 逗你呢 毒毒被我解了 不出几天就会恢复 满青为他哥的事情 跟我说话好多遍了 我正确不知道 该怎么跟他说呢 难道不是因为 他是你的初恋吗 当然不是了 你吃醋了 好了 别生气了 明天陪我去一个地方 是吗 随身贩卖晚宴 天哪 人鱼之类者 可是其实真的 听说是都很久 新意见 两者是在内心 对的 听说 持有人鱼之类者 可以向财阀 德尔家族 提出一个要求 能力范围之内 都可以满青 你吃醋 可以 一定要拿下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三千万 一亿四千万 一亿五千万 我出两亿 张先生还要跟吗 两亿零一块 你不要再加价了 不然我只能卖公司了 两亿两千万 好不好 还跟吗 只要老公喜欢 董事集团 卖就卖吧 好 两亿两千万 零一块 抗力情深啊 我很感动 两亿五千万 三亿 三亿一千万 好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 让给你了 会不会突然 不要了 太贵了 没必要 三亿一千万 三亿一千万 冲销 恭喜 张先生 张先生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呢 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合作呢 两位都是聪明人 我就不绕完整 我可以做主 和董家合作 相信 只要两家联手 董家上升到一流家族 不是什么来世的 司马家这样的一流家族 我们想为小兔的 可高攀不起 那好吧 希望两位以后 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 失陪了 他什么意思 大概就是千里后兵吧 向我们宣战 终于要和司马家正式开战 否则 现在有两件事需要你去办一下 一 彻底纯病消强 第二 借助查尔斯的力量 开战和司马家相同业务 进一步压缩 他们的事情 收到 当初是你招惹过来的 想要求他们请认个错误 说不定 我们小兔的产业还能保得住 爸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这些都是司马金说指指的 只要他们帮我们 我们就一定还有救 欧阳老爷子 加贺兴趣 欧阳家风乱作一团 哪有时间管你的死活 说得没错 不过就看司马家来了 也救不了你 张风 你还做什么 我来当然是来查看一下 收购萧家之后 我能有力多少 我要杀了你 张风 做人有一些 其实我并不想去 小家动手 是你们自己找他买来的 而且你们最不该做的 就是和司马家狼狈为戒 老段 司马家老爷子 真巧辫子 而且为了 侦博家主之位 他们都起内控制 司马先生有动作 暂时没有 不过 我们要不要加点料 和水整得更黄一点 我已经准备好定时茶餐 等待实际城市 司马龙元亲自献宣 我哥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呢 想请你们去我家吃个饭 作为答谢 举手之劳而已 不必客气 哎 你去吗 晚情都亲自上的邀请了 好吧 那我们去 说话跟你说 这是请你们来 依这位感性 最能传统 更重要的人 是想请你们 帮忙 不复说笑 林家家大业大 我不过就是个小人物 没什么可帮忙 爸 他有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买这么不够 如果这次贤职不出手 赶林家就完蛋了 莫非司马家对林家下手 您怎么知道 据我了解 司马家最近动手评 并够了南城不少东西 天主 只要你这次愿意帮助林家 度过这次危机 我 我愿意问您的一个消息 请进入错话 您叔叔您这是 当年 突进沙漠 遭遇狼群袭 是狼王路过 救了我 当年确实有怎么回事 这么说您知道 那些事的内幕了 就是这条消息 把我保护到今天 如今 司马家不冷 我也豁出去了 回来听听 你答应林叔叔呢 那我们现在去哪 去我老婆的秘密研究 这就是我的发明 能量探测仪 就这 你可别小瞧这东西啊 它不仅能够自动识别 感应物体 而且啊 它还能通过能量感应 正为更多相同的物质 简单来说就是 你给它一块金子 它给你找了一堆金子 怪不得是个宝贝 人人都强 我只知道我的敌人是司马家 却不曾明白 司马龙渊为何要对付天狼小队 原来都是因为一块石头 你是说 那个金拔兄弟 生命是什么是吗 对 金拔兄弟拼尽最后一口气 将它交给我 却没想到给天狼小队 带来插身之后 这块石头 看着很普通啊 如果再加上你的发明 哇 竟然这么多 佛子 这件事你去办 记住 这件事要绝对保护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之中 好的老大 这块石头 看着很普通啊 不知道该怎么用 这个家库子 你心想折耳下门 你神真的了 你可不过吗 请叔父之内科 人与之类竟是赝品 还请姨父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要不看在 多年我送你新人 我早就把你弄的 以后还为他们去了 多谢姨父 快过来 多谢姨父 人家到那边 我自有办法去 接下来 你该知道的很多 你紧快扫听照啊 你只能是有家族之位 找我 等着 消息我已经放出去了 司马龙渊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你手里有块石头公开 干得不错 哦对了 这个是颜老让我交给你的 事关你的身世 司马小姐 不是盲造出订购吗 还有时间朝我 你早就知道 那块人一之类是赝品 我可没这个本事知道 狼王太谦虚了 听说你手里有东西要出手 哦 你怎么知道 竟然有方法知道 这东西吧 是我几年前 从金巴家族来的 外貌其貌不扬 里面闪闪花光 难道 真是天经时 司马小姐果然凑着 拍个价吧 是这样 有好几家人都问我 我已经答应了 他们公平去 但是拍卖会得要想来 要不要来 司马小姐自己来 慢走 不送 今天的拍卖会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手上的 这块石头 天经时 我就不过度介绍了 因为物品特殊性 粉丝拍卖 只支持已无异物 望大家谅解 接下来拍卖开始 我王家苏十份顾问 加三个王家苏和 中文飞月位 卢树人 到底有些小气了 我李家愿为张先生 送你十分针对的要素 假要的献 不知张先生 想要的珍宝是什么呢 我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只是目前的增加 并没有达到 我心目中的标志 那我就抛端引玉了 我司马家 出千年零尸一株 酒瓣雪莲一朵 可行 不如这样 既然各位都想要 不如王李家各一科 司马家两个可如何 亲叔 安排一下 谈卖会结束 约他一句 今天请张先生来啊 一是想彼此认识一下 二是想问一问张先生 手中不是我还要临时 临时我自然是有 而且还不少 就是不知道司马先生 准备用什么交换 眼下还真有一个机会 找张先生 只要是赚钱 我都有兴趣 我最近呢 看出了一个 和生物相关的项目 我这个项目啊 需要公子手里的临时 所以 真是没想到 司马先生 居然对这种 非传统项目都有设计 实在是超出 我对司马家的认知 但是我给了你临时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临时吗 竟然是业力啊 最好处吗 只要临时 足够多 你可以给到三层 你可别小看着三层部分啊 如果多层呢 足够让你挤身 世界上 司马先生有所不知啊 临时我确实很多 只不过最近 我用临时研究出一种特殊药剂 可以将人的身体素质 至少提升三倍 东西呢 我已经研制出来了 只是还缺少符合条件的人实验 很多人不行 普通人的身体 恐怕难以承受 哈 算了司马先生 就当我活言乱语 不必当真 不瞒你说啊 我其实也在做这个研究 而且啊 一副 我守了一个人 一定是最好的实验人群 如果有这样的人 我愿意用十颗零食语去交换 如果实验成功 资源共享 这 请我想你 一块石头 哪有这么神奇 你不能撞了这家伙的圈套 他说的是真的 由我想一想 只是德尔家族 似乎对我手里东西 也挺感兴趣 我不能保证 德尔家族 我先好了 答应你 果然爽快 一会儿我将人 送你那里去 合作愉快 希望这个开始 当然 老大 这视频你都反复 看了好几天了 你说这个被 司马龙员囚禁了的人 跟我会是什么关系 年老也没明说 就说实验成熟时 救他出来 司马龙员派人 送了个人来 让你亲自看看 走 看看去 他是谁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我爸爸 你不是说你父亲 在老家种地呢 嫂子应该说的是 我们队友王帅 王帅牺牲后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王帅 司马老贼 拿命来 冷静一点 这可不是司马家 你们什么人呢 这什么地方 司马老贼呢 我叫张峰 这是我家 你们和司马老贼 一起的 你好好想想 如果我和他是一伙 我怎么会放你 好 搅的 今天 如果你不想把 这四条人命 放在这里 好好的 我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大叔 您是不是眼花了 这哪有四个人 大叔 您是不是眼花了 这哪有四个人 女娃娃里面 还有一个 你胡说些什么 好 不相信我 算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 第五空间 严老 你是谁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应该叫你爸爸 没错 是我张家的儿子 你还不快放手 想不到我张浩天的儿子 还没死 继承我的血脉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小心小心 哪有那么夸张啊 你现在怀有身孕 当然得小心点 我明天就去领证 好的 文件 司马小姐 欢迎欢迎 零时我已经如也交给你了 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来看看你的实验进度 老大 该走了 嫂子还在等你 不会是看我来过一朝 就要走吧 不会什么都没做吧 当然不是 你去接一下 好 这实验是什么 我并不相信你 原来我父亲在天津时的体面特殊 他不听我的 最近又算一直没有消息 难道一直在闭关研究灵石 都有什么进展 这些年我并不相信坐上家主的位置 费尽心思 远看就要成功了 可偏偏你出现 从外卖员到天山保镖 再到千锋集团创始人 你的一步子都是计划 你从一开始 从司马家来 是 你都别骂你 总要往高处走 司马小姐 你说说 是啊 权力和地位 谁不想 先走一步 还有人再见 爸 今天没回来吗 是啊 糟了 就寄了 你去哪儿带上我呀 对不这些小楼楼用不着 你好大的胆子 你应该怎么个假装骗我 死马女人 把七仙猴子放 你应该怎么骗我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吓了我这么多心 还以为我会跟你合作 吓 我吓 儿子 你先别动 让我热耳身 也太能打了吧 你 你先喝吧 当年 毕竟我有先的 死了 死了 说这么死 太便宜他 清清 老他 猴子 你们不是被 是司马小姐包裸 天有眼啊 终于让这个人面兽心的禽兽 遭到暴力 你不介意就好 我们先走吧 爸妈 你们放心把千金交给我吧 嗯 今天呢 我也想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 我就退出千锋集团了 以后公司就全钱交给猴子打理了 老他 我一路不拒走到今天 就是为了给兄弟们报仇 我们呀 尊重你的决定 嗯 以后 我想陪陪家人 照顾老婆孩子 过平淡的生活 可是 我们舍不得你啊 我又不会离开南城 没准 没准以后还能在街头 看见我送外卖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赞 订阅 转发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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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apog projekt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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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e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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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